我们来看一下今天说一说 一氧化碳中毒的事 我们一起再看下一组场景 童话锅是童话锅 当下童话锅摆在哪 一氧化碳中毒的风险会更高一点 我们来看一下新闻 当天我们带老人孩子 生日聚餐 然后那有一个小时左右 我家孩子就反映了 他不开台公司 事故以后我家老爸 明明已经老了 我真的充足了 说是一氧化碳那样的 包房里吃童话锅 危险系数相对大吗 的确是这样的 那么刚才我们盈盈也提到了 在我们包房里的时候 其实我们这两个场景 唯一的区别 就是我们的通风情况 是不一样的 那我们知道包房的环境 是相对比较密闭的 那么这个里边空气流通 相对比较差 那么如果在这样狭小的 一个空间里 通风又不是很良好的状态下 那么你吃这个火锅 产生了一个大量的一氧化碳 它无法进行一个正常的 一个排出无法换气 那么当一氧化碳浓度高的时候 就容易发生这种一氧化碳中毒 所以跟我们的环境 是有关系的 但是即使在包房里面相对密集 但是就那么吃饭的一个功夫 这个一氧化碳释放的量 就能导致我们的人体中毒吗 其实这个问题 大家也不要过度恐慌 说我在包房里 我去吃铜火锅 我就一定会一氧化碳中毒 这个不是这样的一种关系 那么正常来讲中毒不中毒 跟木炭燃烧的充分不充分 产生了多少一氧化碳 跟这个空间的通风程度 跟这个本人的身体状态 吸入的一氧化碳的多少 都是有关系的 所以大家也不必过分的恐慌 是 咱们就是选 电火锅和套火锅选一下的话 电火锅相对安全 安全系数更大一点 然后你就要吃套火锅 可以 你要是在包房里和在大厅里边 理论上来讲 大厅里边的通风 要比包房里的好 因为它空间大 没错 其实不论是你喜欢选择电火锅 还是你喜欢选择铜火锅 那么根据个人的口味 你都可以自由地去选择 那么当你选择了铜火锅的时候 你一定要注意吃饭的环境 是否通风 那么也要注意说 是不是出现了一些不良的感受的时候 一定要尽快地去采取一些措施 那么尽可能地保证 我们在享受美味的同时 我们也能够兼顾到安全和健康